师父给你们讲一句话 要经常想一想 一切自然来 一切自然去 已经到来的什么灾啊 难啊 喜啊 乐啊 等等 来了就来了 都是很自然的来 但是去了 也是很自然的去 这就是无相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 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我的一位朋友 夫妻关系不好 我对他太太说 你老公天天在台上表演 你是观众 你就冷眼旁观 看他表演 演到最后 总有剧终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跳到台上 去和他一起表演呢 师父还说 你为什么迫不及待地 把舞台上假的东西 以为是真的 还要跳上去和他斗 和他闹 到了最后 你和他一样的愚痴 他是假的 你也是假的 你能得到真的东西吗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不贪不求 借假修真 如果不学佛 我苦得可能无法坚持生活下去 在遇到心灵法门后 我坚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保佑我 坚持运用五大法宝 一年半的时间 菩萨保佑我的女儿顺利考上了大学 到今年就该上研三了 佛法改变了我和我女儿的命运 我的女儿因为有菩萨的加持 现在越来越优秀 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在妈妈孽障爆发的八个多月里 我运用五大法宝 为妈妈许愿 放生 念经 遇到紧急情况就转一些功德 解决了很多常人无法解决的困难 在临终前三个月 妈妈的病情加重 我无法挪动她 我就许愿放一万两千条鱼 许愿的第二天 妈妈虽然未睁眼睛 但我能很轻松地 把她挪到卫生间去 每次领着她 我都告诉她是菩萨保佑 我几乎每天都给她烧小房子 因此直到她往生也没瘫痪 体重也没减 也没受多少痛苦 让我尽了孝 特别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师父 遇见您 学习白化佛法 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 一切都是苦空无常 一切都是因缘果报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我们来人间是借甲修真的 学佛就是修心修行 修出佛性本性良心 去除贪嗔痴慢疑 学菩萨的智慧提升境界 积累功德 我们真正的家是在天上 师父 遇见您 让我深信佛法 深信观世音菩萨妈妈 现在我家里一切都很好 我自己身心健康 不贪不求 人间的东西我都够了 我每天都法喜充满 我发愿余生踏着师父的脚步 精进学佛 红法立生 广度有缘 广结善缘 让更多的众生 离苦得乐 做师父的好孩子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分享 现在是网络时代 网络诱惑真的很大 网络红法时 手机里不时会跳出来 很多不良信息 以及明星小道新闻 看了标题实在控制不住 就点开翻阅 一看就像着魔般停不下来 晚上就有噩梦了 好多人追啊 在黑暗的地方 我们修行人一定要延迟戒律啊 不能看的坚决不去看 不能说的坚决不说 不能想的坚决不能胡思乱想 手伸口意 一定要清静 才能修好心 六根清静不能有染啊 一染着夜里就惹事了 旧夜未消 新夜缠身啊 何时能了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学佛几年了 身边灵验事情也很多 没有办法一一分享 再次分享一个最近的灵验事情 几年前 我哥哥被诊断出 有主动脉夹层 医生说一定要做手术 不做手术很危险 因为是大手术 所以还是有顾虑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医生 也不敢做 感恩拿摩释迦摩尼佛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在2023年7月份 医院联系我哥说 会有这方面的专家教授过来这边出诊 我哥就可以安排手术 有专家做手术 所以就比较放心 哥哥就赶上这次的手术 手术期间 我帮他助念大悲咒和观世音菩萨慎号 大概两个多小时就做完了 医生出来说 手术很成功 感恩拿摩释迦摩尼佛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哥哥第二天转出了普通病房 期间 我有帮哥哥送小房子 许愿放生 哥哥都在恢复中 在病房的隔壁床的 好像坐了七个小时才出来 心灵法门真的是太灵验了 许愿念经放生真实不虚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真的是有求必应 人的生命很脆弱 没有人知道明天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果报来临之时 如果不学佛 没有菩萨保佑 那就只能随着命运走 希望看到这个分享的有缘人 不要再犹豫了 赶紧拿起经书学佛吧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我想分享念心经 帮助我开智慧 我是一个善变的人 平时也是属于阳气不足 缺少正能量 遇到重大选择 举其不定的时候 我尝试着念了二十一遍心经 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开智慧 念完之后 果然发现了自身的问题 本来都已经决定好了 一切安排妥当 可是遇到充满诱惑的选择 我又摇摇晃晃的 一会儿要这个 一会儿要那个 突然之间 我明白 必须坚持自己之前的选择 脑子清醒很多 学佛以后 真的有了佛光普照 发现了自己特别多的劣根性 有佛力加持 是从里到外 直抵达心灵深处和阿赖耶时 净化巴士田里的不良种子 法喜之情难以言表 一定好好学佛念经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始专题 正信正念找回般若二 上 二 为何要正信正念 修出般若智慧 一 学佛人 要正信正念 正知正见的修行 九 正信正念功德很大 摘子 2018年1月13日 白化佛法 念力是什么 念力呢就是意念了 意念 好的 意念 这个能增上 精进的话 能够破除一切妄念 和不善之念 大家知道什么叫不善之念吗 就是不善良的念头 都会没用 你就会成就出世离苦的正念功德 你们知道什么叫正念功德 真心正念的功德很大呀 你修了半天 你虽然修了 但是你自己念头不正 你想想看 你怎么会有功德 你做每件事情 你都有自己的目的 你说每一句话 都带着私心 这就是 邪妄之念了 所以这个念力呢 要正念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化佛法 你把假的东西遮住你真的东西了 所以假到真实真一假 开悟人生表面上听起来 是我悟出来了 如果有人说 师父我开悟了 这话是假的 真正开悟的人 不会说 我悟出来了 你悟出来了 讲出来了 就是没开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